欢迎出席我们今天的 E-Wedding线上婚礼 掌声有请E-Wedding线上婚礼 掌声有请E-Wedding线上婚礼 以及邱琪 坦白讲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会受管制 然后我们也预测到可能今年 基本上这半年可能都没有办法 再让这个婚礼能够正常的举办 所以我们就马上 现在要想一套可以解决新人们的烦恼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场的E-Wedding线上主持 是很好玩 因为现在其实线上的东西越来越丰富 然后越来越多 所以在未来可能现在大家还不习惯 在三年五年可能可以成为是另外一个选择 那么有些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一直以来都不想办婚礼的 摆酒席的你可以考虑E-Wedding线上婚礼 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 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 你就可以搬完这个E-Wedding线上婚礼 像我们的主家人 还有我们这对新人用餐的片段 哇 其实线上跟线下 大家知道线上的话都会用5G Graphic这种背景 这当然是线下我们做不到的 然后线上的话就是要花时间 让那个场景会更真实的去模拟 然后当然新人我们也希望他们不是只是站在绿瓶前面 他们有一个真实的氛围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做到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不紧 让他们更有感觉 线上当然的话就没有办法邀请全部的嘉宾来参加酒席 一起吃一起看 但是我们还是会设计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礼盒 然后里面有invitation card 然后invitation card里面也有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QR嘛 扫描过后你们可以看到动态新人邀请函 所以就会让整个东西不是冰冰凉凉而已 就是看起来会更有人度 记得上线来祝福我们 520晚上8点十分之战 新时简易上线 对于这次的这个e-wedding 也感觉到它蛮特别也很一个创新的概念 方便了很多在国外不能到我们现场祝福我们的朋友 其实经历了今天一整天下来的流程 其实我觉得是蛮创新的一个东西 对于现在这个新时代 ушки到 grandchildren 二rite路